风云三国 战火重燃 小乔之身探曹营 诸葛亮缓兵等东风 看群雄熬战赤壁 听谈笑 风起云涌 天天影视圈独家机密 赤壁下 精彩幕后 我就是演中间过程 我有演卧底到曹军去 然后就认识了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小兵 然后因为他很笨 所以他看不出来 我是个卧底 然后还老帮我 很多次帮我私立逃生 所以我就对他很感激 然后我再打过来曹营的时候 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我就希望能找到 这个曾经帮助我的这个小兵 张薇说的这个小兵 指的是否就是赤壁上部结尾里 那个导演故意买下的 莫名其妙的伏笔呢 头那为演的这个小人物 孙叔才就是全片唯一一个虚构人物 在赤壁下部的片场中 我们发现赵薇这个戏中的假小子 也到球场跟同大为凑起了热闹 这些幕后花絮似乎暗示 在赤壁下部当中 除了小乔 周瑜 曹操的情感纠葛之外 似乎又增加了一条赵薇与佟大为的感情线 而赵薇说起这段和佟大为的新感情线时 回答却是不明不白 当然拍到今天我也不知道 我跟这个小兵是友情呢 还是爱情呢 还是什么样的感觉 赵薇口中虽然没有点名 他和同大为究竟是哪一种情感关系 但是在赤壁下的花絮当中 还是曝光了 所谓戏中卧底的赵薇 对扮演小兵的同大为 苟生好感的线索 听口言你是南方人吧 是 南方人热血 北方人潇洒 我是有点傻 他们说我脑袋是泥巴做的 你不傻 你是老师 他们说我什么都做过 你球踢得好 你不很会击球 不知道在导演吴宇森的设计下 同大为这个虚构人物和赵薇饰演的孙上香 结局究竟是悲是喜呢 在赤壁提前曝光 孙上香渗入曹营的一场戏中 似乎让人看出些患难见真情的意味 Gold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